車廂內明明還有空位 一名老翁去席地而坐 旁邊放了兩大袋竹筍和棒襯 隨後他竟然從袋子裡 逃出菜刀開始削起竹筍 但這個舉動已經嚇壞 其他乘客趕緊通報占物園 你現在都要下地筍啊 我看就要看 你拿什麼車啊 有嘛 你拿這支的車 捷警前來關心 只見菜刀用包紙包著 就放在袋子裡 最後解證明老翁家住在淡水 當天搭著紅線 從北車要轉乘到板橋賣竹筍 結果踩到圓山站 就被車上乘客發現並通報 不太好吧 因為畢竟車廂是一個公共空間 應該在裡面不適合做 這種行為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就覺得很荒謬 就是因為捷運上面消竹筍的話 可能會殘渣會落在捷運上面 感覺很沒有公德性 就是跟捷運上面通報 可能會按對獎值之類的 事發在上個月22號 傍晚六點多 原來這名務農老翁 當天台鋼採收完竹筍 從淡水站上車要前往板橋 由於有一段路程 為了把握時間 才會在車廂內燒竹筍 不知道捷運不能帶刀 因此傳下大禍 警方到場組織並告誡老翁 經查證身份後 將老翁移由台北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依大眾捷運法採訪 老翁被依大眾捷運法採訪一萬元 留下竹筍還沒賣出去 反而先賠錢 明知新聞專員 顏凱特別報導